Aloha 我是孟華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 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人 卡爾林奈 在開始之前呢 我覺得先提醒各位幫我一個忙 就是訂閱本頻道 因為本頻道不是什麼娛樂頻道 很難蹭什麼流量 所以更需要各位的幫忙去分享 如果你覺得我的內容有用 就分享給你的朋友家人小孩之類的 我今天會稍微講一些林奈的生平 然後可能大部分都是在講 他的那個科學貢獻 就是惡名法的事情 林奈是誰呢 為什麼要介紹他 因為在沒有惡名法之前呢 沒有什麼統一的生物命名規則 所以分類學家 當時好像也沒有分類學家 反正他們大部分就是通稱自然學家 他們只能看到一個物種 然後呢就依他自己的感覺去描述 他就變成一個名字了 就是那個物種的名字 那個不是署名 他們就是把那個當成那個 科學家在用的那種 專業術語 可是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不同國的那種 研究人員 他們用自己的母語去命名的話 很容易混淆 然後也有可能發生同一個物種 就有好幾個命名組合 如果沒有惡名法的話 自然史的研究可能是一片混亂 可能要再過好久才會非常的有秩序 分類的工作呢 會對討論生物多樣性非常有幫助 因為你不再需要用非常一長串的名字呢 去描述一個物種 他大大減低了資料量 本來可能十個字或十五個字 為一個單位的名字 現在居然變成兩個字 為一個單位的名字 節省了那個溝通的成本 接下來我想講 其實在林奈之前呢 就已經有人提出惡名法 這種邏輯的命名方式了 只是林奈他是那一個 又把他推廣成功的人 他的推廣方式就是 利用他的學生送到世界各地去 還有加上他自己先前在歐洲 念書然後有遊歷過 所以他就可以有機會呢 到處去推廣他這種模式 因為他教的學生很多 他也會把學生送出國 去搭別人家的船冒險 像是他有一個學生就是去 英國的那個海軍探險隊 而且那個探險隊還蠻有名的 就是庫克船長還有班克斯 那那個惡名法到底是什麼呢 他會有兩個拉丁話的單詞 一個是署名 一個是種小名 他那個字緣可以來自 拉丁文希臘文 或甚至各種 拉丁文語系 連英文都可以 把它拉丁化成學名 所以說當你要用 拉丁文的發音去 發音會蠻別扭 而且學名絕對不可以用 什麼英文發音去發 因為那絕對是錯的 這裡我就有準備幾個例子 首先是這本啊 我在捷克買的 這個書本來是英文版的 然後後來他們有引進 所以這裡面是捷克文的版本 用這個例子可以跟你們說啊 學名到底有什麼好處 像是我現在這一隻中間的這一隻 二號的鳥啊 中文是大天堂鳥 或者是大吉樂鳥 比對一下 它這邊有寫 二號 這個是二號嗎 然後你就去看說 它第一個是捷克文 叫Draica Velka 它的敘述的第一行 其實就是它的學名 叫做 Pradicier Apoder 我是特別算去查 拉丁文的發音才念的 非常的爛 我自己覺得發音非常的爛 那這個意思到底是什麼呢 它的意思其實是說 這是一個沒有繳的天堂鳥 也是由林奈去命名的 這一個物種 它當時呢 天堂鳥的標本是 沒有繳的 由於那個 牛吉內亞的原住民 給他們歐洲人的標本呢 是沒有繳的 所以 它就誤以為 天堂鳥沒有繳 這個事情呢 非常的有趣 就是呢 之前我有提到的華蘭斯呢 他自己去馬來圈道的時候呢 就看到 天堂鳥不是像叔說的一樣 沒有繳 他們還會跳球 來討好另一半 然後我再來這邊又有 另外一個例子啊 就是這一本書 雜誌 也是在捷克這邊買的 他這裡就有一些小瑕疵 像這個人類啊 智人的那個 學名啊 這個也是 林奈命名的 他命名之後呢 就有一些自然學家 覺得 他把人放在動物裡面是不對的 因為在當時的觀念呢 人是特別的 他跟上帝是最接近的物種 所以 不應該跟其他 比較低下的生物呢 放在一起 其實我還蠻意外的那個啊 雖然林奈他是很虔誠的 但是呢 他有些觀念真的是比較 先進一些 就表示他不是一個什麼程度很差的 學者 這個書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他 他的那個 學名居然不是寫的 他不是寫體 居然是使用粗體字 那這樣就是完全錯誤的示範 正確的學名寫法呢 是要把 正確的學名寫法呢 是要把那個 學名 改寫體 然後或者是 你可以畫底線 底線是比較醜啦 而且從美觀的那個 超美觀的觀點來看呢 這個真的是 非常不合格的一本 就是 寫體 好啦我個人感覺啦 比出題美啦 然後你 你那個學名的寫法就是 已經固定那樣子 你還沒有照著做 你就會讓人覺得有一種 不是很專業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 有要做什麼解說牌啊 之類的啊 都一定要注意這個部分 我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 它這個是 那個 傑克郵局出的 香氛包 然後它是郵票造型的 它這裡底下 就有學名 然後我 我看它的外表 只知道它是薰衣草 但是它這個又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 其實植物學的命名呢 它後面會放 命名人的名字 它這個就沒有放 感覺不是很優呢 大概就是這樣 第二名法的部分 我就講到這裡 其實林奈它其他的成就 大概就是 它還有用植物的性器官 花裡面的胸銳 之類去 進行植物分類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貴族啊 還有婦女朋友 其實也會把植物學 當一個 休閒娛樂 對女性來說 這是少數的 休閒娛樂 當你提到 性這個東西的話 在當時啊 算是禁忌 所以他們就會 覺得有一種 興趣被剝奪的感覺 好我不是什麼當時的人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 他們的真實看法 那林奈他其實也有一些爭議啊 像是 現在有人就罵他說 就是他分類人種 所以導致種族主義 興起 可是我覺得這很難推論說 這個就是他的錯 因為 你不分類的話 很難溝通 貼標籤並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 貼標籤是要幫助溝通 最後還是要看 雙方願不願意互相理解 可是有人一直搞不太清楚 貼標籤的目的 所以他們就會 最好什麼標籤都不要有 他們可能 希望自己是聖人嘛 所以不要有任何標籤是最好 他這個種族 種族 分類的事情呢 我覺得無法 代表他是一個 種族主義者 在那個時代種族主義 可能是非常正常的 那他現在 他其實有黑人助手 在幫忙他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他可能有分種族 分階級 但是他 對人可能 不會真的做到那麼可怕的 是一個罪行 後面的話 像那個 希特勒做的 就是大屠殺 我是覺得這個事情 真的是很看 一個人的性格 因為如果一個人 真的想要傷害別人 什麼理由都可以 因為我就 真的遇過了 然後我也不敢說 我自己沒傷害過別人 但是我遇到 被傷害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多 而且 因為各種稀奇古怪的理由都有 而且隨著我的那個 對自己的認識越多 就認識不同的面向以後 我會發現 不管是哪個面向 都會有人攻擊你 所以他不是單純的說 林愛他發明這種分類方式 他就是一個罪人 最後呢 我想要講的是 為什麼林愛是 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人 但是 這個東西呢 標準 我只能說這標準呢 不是我定的 應該說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人啊 可能就 我有看到一篇文章 對我來說是路人 他怎麼解釋 林愛是最有影響力的人呢 他就說 如果你用Google的演算法去爬 維基百科裡面的連結 你會發現呢 那個反向連結最多的人 就是林愛 因為呢 每個物種都有一個頁面 那一個頁面可能就有20幾種的語言 20幾種加上那個 現在已經被命名的物種 已經有100多萬了 所以這樣 成起來是非常恐怖的數字 如果沒有算上那些 還沒有被打上去的 還是一樣是很恐怖的數字 他的數字已經超越 就是希特勒和耶穌 那講到這邊 我覺得一些有信仰宗教 或喜歡希特勒的人 可能我也不太滿意 為什麼不是 為什麼不是他的偶像 居然是這個 不知道哪裡來的 其他我根本不認識的 生物學家 居然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 而且那個 不然就是怎麼不是什麼巴菲特啊 馬斯克啊 或者是比爾蓋茨之類的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 這個有點很鬧 我完全沒有什麼 對我 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可能沒有什麼說服力吧 尤其有一些人是 追星的族群 他們應該會覺得BTS 才是最有印象力的人 那 講到這邊呢 就先說再見了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請訂閱分享 按喜歡之類的 我們知道 我們最近在接觸生物 就是這樣 有一個平衡的 一種相 simulato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